大家好 我是草筋貓 今集又是大家最期待的淘寶開箱 今次主要是一些家品和日用品 不說太多了馬上開箱 開箱完 現在就跟大家逐一介紹和示範一下 首先這一件 旅行水壺 現在開關了 我相信身邊有不少朋友都已經開始去旅行 都等了很久 成三年的時間 去旅行的時候不知道大家在酒店會不會用他們的水壺 我自己就覺得帶回自己的水壺好一點 所以我在淘寶想買一個可以摺疊的水壺 方便放進行李箱 拿去旅行 現在拆出來再研究一下 可摺疊的旅行水壺組件分別有收納的袋 接著就是水壺 拉出來給大家看看 一拉就馬上開了 前面有一些按鈕可以讓你控制煲水 一會兒會慢慢和大家示範 另外就有手柄 手柄插在旁邊 一插就完成了 大家最關心就是那個電鍵 它跟機就有一條線 這條線本身的插頭就是大陸的三腳插 我覺得有一個挺好的地方 就是它除了這個大陸三腳插之外 那間店鋪也配了不同的插頭給你 例如這個就是香港和英式用的插頭 另外再拆開又有這隻兩腳扁腳的 還有又有這個兩腳圓腳都有齊 變了其實這裡總共有四個插頭 去大部份的國家地區旅行應該都足夠了 剛剛就裝滿了水 現在我就換一換插頭 接著就看一看它要多久的時間煲滾水 插好電鍵之後 扭到最右沸騰這個位置 它就亮紅燈 代表已經煲滾水 我們實測一下時間要多久 剛剛這個水壺就用了3分28秒的時間煲完水了 它就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 例如說那些什麼唐一聲 它是沒有的 但是它這個位置懂得自己去跳掣 如果我們想補溫 假設我們那些水沒有那麼快需要用 你可以扭去補溫的位置 現在這個位置是很熱的大家小心點 那摸下去已經有點辣手了 根據說明書的介紹 低溫就是50度 保溫就是75度 而高溫區就是85度 無論是低溫、保溫還是高溫 它每一個溫度都是有15度左右的上下落差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假設你選了高溫區 然後這部機是發覺水溫是下降了的話 它會自己煲滾的水 今次這個旅行水壺在操作和使用上 都是簡單直接的 配件都很足夠 不過有兩點我有少少保留的 第一就是它始終都是膠身的物料 用來煲熱水都是有少少顧慮的 第二就是我覺得它有少少的膠味 上網看過不少旅行水壺都有這個情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去膠味的配方 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介意膠味的話 這個水壺你就要考慮清楚才好買 下一件是萬用膏 上次我幫我英國的朋友買淘寶的時候 都跟大家分享過 由於那一次是代購的原因 沒得示範 現在我就買了一枝回來 就可以跟大家實測一下 這枝東西究竟堅不堅 這枝東西的效用似乎不太顯著了 如果污漬的範圍比較細 這枝東西可以脫積的 這次手袖上面的污漬 就是一邊去到一邊去不到 至於摔三嶺黃鑿鑿的漬 我覺得就完全無效 萬用膏去除白色鞋上面的簡單污漬 是可以的 隔了幾個星期之後 我鞋就更加髒 還踩過一些濕的泥 我再試一下用這枝東西 前後就用了海綿和刷去清潔這雙鞋 結果那些污漬和泥漬都去除到七成八成左右 雖然就不是百分百去除了所有污漬 但是也有些幫助 起碼對鞋都可以穿久一點 至於黑色的皮鞋效果又是怎樣 我先用紙巾抹一抹鞋上面的層 再用一枝東西在對鞋上面 塗一下擦一下不同角落 塗完之後就很明顯有一層蠟在上面 就不是很自然的 接著我就用乾布簡單在上面抹一抹 當那些蠟完全乾完之後 看上去對鞋是又新正又自然的 總括來說 衣服的污漬範圍 如果是小的話可以用這枝東西去漬 大範圍的污漬和黃鑑鑑的漬就去除不到 皮的方面 白色的皮簡單的漬可以去除 但是頑固污漬和泥漬 就去除到七成八成左右 不過都很好 黑色的皮的話 這枝東西的效果就最明顯 抹乾完之後 那個蠟的效果就很自然很新正 接著下來這件這麼橙色的 大家應該都猜到 是小米的東西來的 小米的瘦口神器 本身家裡也裝了一個 但是那個用了很久了 我一直都想買一個新的 今次買這個新的 也可以做一個安裝給大家看看 小米提供了不同尺寸的折薄器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水喉的尺寸 駁上不同的摺口 當中這件小工具就是 輔助大家扭摺口到水喉那裡 有了這個摺口之後 還有呢 其實我現在拆牙朗口 就不用用朗口中了 直接開水就可以拆牙洗臉 我覺得都幾方便 還有呢 又不用定期去洗朗口中 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他們對手通常都不夠長去洗手 有這個神器就方便小朋友 不用移前的身也可以洗手 下一件呢 就是一張桌子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 我曾經在淘寶買過一張 是可以放在床上面的桌子 可以看一下iPad 用一下電腦 但是呢 那張桌子已經爛了 於是呢 我要買一張新的了 今次呢 我就希望買這一張 可以用得久一點 這張桌子很簡單的 一來到已經不用安裝 幫你安裝好了 那我們揭去後面看一下 那這裡呢 就是那張桌子的腳 那這裡有一個托 那托就是放在這個位置 那變了呢 如果你把桌子打斜的時候 那它就可以頂住 那些東西就不會滑下來了 這張桌子的質料都幾優質 它很穩固 和很實正 可以很輕鬆就打開來用 調校不同高度 不同斜度 不用的時候一下子就摺得起來了 十分之方便 那唯一呢 我要找一樣東西彈一下 就是它的顏色不漂亮 那間店舖只有大家現在見到的 淺啡色和粉紅色 那兩隻顏色都是一般的 那如果它有白色就完美了 那我就在淘寶買了這個 可以用來收納 那些膠袋的一個網兜 可以貼在櫃裡面 貼在雪櫃面也可以 哪裡都可以 那就可以把膠袋放進去 然後這一件呢 就幾實用的東西來的 那大家現在身邊都會有很多電子的產品 可能藍牙耳機啊 iPad啊 電話淋淋淋淋淋淋 那我在淘寶裡就見到這一款 三合一的 你可以同一時間擺三個器材 一起去刷 那究竟好不好用呢 真的要實測一下 這個白色看上去的顏值都不錯 好啊 跟機就有一條Type-C的線 就用來充這個 然後這個Type-C電 就會供電給這三個頭 現在我手上有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Apple Watch 沒有什麼電 沒有什麼反應 就紅了這裡的電 第二就是電話 電話就有8%電 第三就是AirPods 那我們看一下AirPods 現在有多少電量 AirPods 現在就有86%電的 將條線 插在這個位置 插了下去之後 它立刻顯示了藍燈 這個是專門用來充手錶 這個是充電話的 充耳機 這個位置可以升起它 然後你就把手錶放上去 大約半小時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看看充電的情況如何 我們先看看手機 手機是有36%電的 剛剛未充電之前就是8% Apple Watch本身是沒有電的 15% 我猜AirPods是差爆的 因為本身都有80%多 現在有100% 說回我對於這塊充電板的感想 我覺得坦白說 它就不是說一些充電很快的物體 但是大家想回 這裡是一條線同一時間要充三件東西 那個充電速度 其實都算是可以接手 如果你是要快充電的話 它一定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但是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勝在方便的 例如說我們去旅行 如果你去完旅行回到酒店 你要充電的話 你同一時間要充那麼多東西 可能你又要幾個插頭 又要幾條線都幾麻煩 你這裡是一塊板加一條線 已經可以充三件東西的話 變成你去旅行就大小很多東西 然後這個是冰隔 大家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雪櫃的冰隔 這個製冰盒就是那時候買雪櫃送的 就是最簡單最普通那隻 這個空間其實是會浪費了 例如我現在加了些水在上面 我就不可以在這裡放東西 好像這一包烏冬那樣 它這個size其實放在上面 都幾fit的 你放到在上面的話 你旁邊又可以多些空間放東西 所以我一直以來 都想買一個有蓋的製冰盒 另外這一種比較簡單的製冰盒 有一個不好處就是 你想把冰倒出來的時候 你要很大力地拍它出來 我喜歡 小火 扭神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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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